我們今天的課程叫做蔥油餅 蔥油餅跟蛋餅 所以我們先做蔥油餅 所以你做一半 你要乘涼的時候 記住你的水 因為我們有加蔥 所以水你不要全部都倒進去 因為我們的蔥可能會帶有一些水進來 所以你一半進去的時候 然後呢寧可水不要全部倒進去 把麵粉太白粉 鹽巴加進去之後 加水進來開始搓揉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麵團搓到不黏手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放進蔥 放進蔥之後鋪平 我們可以把它鋪平 等一下放蔥的時候 就可以鋪平來放蔥 好 蔥油餅可以有兩種 就是說你可以跟蔥一起 但是我覺得這樣會比較不夠漂亮 我們把它擀成圓形了之後呢 我們在上面撒蔥 這樣會比較漂亮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把麵團擀成大圓形 大概一組呢 分做三個 三個大圓餅 大圓餅 然後把它擀成圓了之後 把蔥上去然後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些同學呢 就可以去找平底撥出來 然後我們把擀麵棍拿出來 把你的麵團分做四等份 當然我們把蔥切得越細碎越好 今天的蔥非常大隻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把它切細碎一點 蔥好不好 沒有 我們要做一份 來 是嗎 你那個灑好了沒 要 draw 要剩起來了 還有嗎 要切 幫你把它弄再過來 一起 不是吧 哪裡好切 Belle 同學看著你把你的麵糰稍微整形 整形之後看似缺 切成四等份 或者是四等份 看四等份 卡丐 卡丐 牙竣 卡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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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同學把你的麵團分做四等份 換了四等份,圓圈圈了以後 圓圈圈了以後,趕 盡量把你的麵團做成圓圈圈 同學,看到我在趕嗎? 再衝 你會趕嗎? 你在幹嘛? 好,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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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紋再次,我們放了一片 熱水比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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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兩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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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兩顆就好 嚴重了 趕快加了 你們家有了嗎 有加了 開始加了 現在已經在加了 所以你會回覆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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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盡量盡量 都要 對啊 我們兩個要加油 喔 蛋 你們家有了嗎 看你們班怎麼這麼寫 買的就不決定 買的就不決定 好 這是我們的 150 好來 我直接加他就好 要有人點 有人點 來 然後 然後 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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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最好是用熱水抹麵 然後趕的時候你先壓過去壓皮 可以把帽子盡量 先這樣一次 這樣 刷魚刷油刷在口盤上 好 這樣弄成圓形好嗎 弄成圓形 好 好 好 這邊有同學已經用鮮的做好的 就這樣子 做得很漂亮喔 上火170下火180這樣子 好 那我們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已經這樣可以準備 翻面 我們再一分鐘再翻面 用一半一半就好了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左開啦 好 蛋放來 好 好 可以 等一下 這個 可以 好 好 我們用烤箱的方式也是可以做 然後用平底鍋的煎蛋的方式也可以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蛋餅的製作完成 這樣可以喔 沒有問題喔 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就這樣子 等一下喔 我們的蛋是不是OK了 OK 你看很漂亮喔 外面 成功 你看到沒 非常漂亮 可以拿下來 你看喔 用烤箱烤的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百分百成功 好不好 比你們煎的還更成功 因為它的溫度是很均勻的 好 我們就再一下 我們再一分鐘就可以出來了 好 那我們的蛋餅呢 非常成功 就這樣子 我們用烤箱做也是非常成功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就到這邊結束